Zoom最新财报显示 其收入势头减弱 随着各公司疫情后 工作计划发生改变 尽管Zoom一直在尝试推销新的价值主张 但该公司的预期暗示 全年收入增长将明显放缓 截至本周二收盘 Zoom下跌超过16% 在过去的52周中 Zoom的最高价为588.84美元 最低价为273.2美元 Zoom的财报显示 公司二季报营收10.2亿美元 通币增长54% 贵属股东净利润达到3.16亿美元 去年同期则是1.85亿美元 公司本季度的营收增速 将上一季度放缓 且给出下一季度增长指引 仅为31% 财报发布后 Zoom遭到多家大行下调目标价 瑞银将其目标价从345美元 下调至315美元 德意志银行将其目标价 从375美元下调至350美元 Piper Sandler将其目标价 从464美元下调至369美元 事实上 Zoom对于下一财季 业绩放缓的预期并不意外 从近三年营收增速可见一斑 同样都是第二财季 Zoom此次2022财年的营收 同比增长率为54% 虽然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数字 但相较之下其2020财年第二财季的营收增长率达到了96% 2021财年更是高达355% 另外从用户数上也能看出Zoom增长的力不从心 第二财季中 员工至少10人的企业客户为50.49万 同比增长了36% 而上年同期的增速高达458% 毕竟疫情这只黑天鹅让Zoom尝到了前所未有的甜头 10年前Zoom在硅谷起家 并于2019年4月在纳斯达克上市 虽然保持着稳定的增长 但直到疫情带来视频会议的风口 Zoom才站上互联网的C位 2019年12月底 也就是疫情在全球爆发的前夕 包含免费和付费的使用者 Zoom的最高单日使用人数为1000万人 而到了2020年3月 Zoom就创下了一天超过2亿名使用者的记录 对于Zoom的飞速发展与爆红 Zoom CEO袁征曾经表示过担忧 他表示自己从未想到 整个世界都会在一夜之间开始使用Zoom 但其实 无论是在心理上 还是公司战略上 他们都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后来的事实证明 原证的担忧不无道理 在用户数暴涨的同时 Zoom的隐私安全漏洞 也逐步浮出水面 去年3月 多名美国用户 在加利福尼亚州提起集体诉讼 指控Zoom擅自将其掌握的个人数据 与其他互联网平台 如谷歌 脸书等分享 同时没有采取必要措施 阻止黑客操作的所谓Zoom轰炸 即用令人不适的不相干内容 干扰视频会议 这一诉讼直到今年8月 才初步达成和解 Zoom花了8500万美元了结官司 漏洞或许还有修复的余地 对于Zoom来说 眼下面临的最大挑战 仍是疫情带来的增量 正在逐步消退 今年7月 美国27个州解除口罩禁令 与此同时 重返办公室的员工也越来越多 Zoom的每日活跃用户数和下载量 自去年9月达到峰值以来一直在下降 3月至7月 Zoom的独立访问者人数也下降了22% 自2019年春天首次挂牌交易以来 在大约18个月的时间里 Zoom股票的回报率超过了800% 随着疫苗的推出 股价已经从高点回落 但仍比上市首日的收盘价高出460% 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在近日表示 他们仍然相信Zoom未来将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但预计市场需要 把疫情后的增长水平放缓 合理化到他们的估值预期中 感谢观看